打造城市优质文创品牌形象 提升台中文创品牌价值跟竞争力 台中首度推出TCOD台中文创选品品牌 竞争相当激烈 有350件来角逐 最后只有27件获选 像是突破传统功法的本色漆器 还有让大甲令草跳脱传统 编织出的窗花令草替代都令人惊艳 透过镜头一块来看看 传统产业在他们的手中开创出新意 赖姓佑是来自台湾七一之父 泪沟山的第三代 他希望让漆器能走入到传民生活 展现不同的现代感 而开发出本色漆器系列 本色漆器跟一般传统的漆器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工法的简化 就是我们把一般传统漆器的做法稍微调整过 然后我们保留木头本身的质感 因为传统漆器的涂装的话 它会把所有木头的纹理都盖掉 就是把木头变成漆器 所以摸在手上的质感的话 会比较偏向是漆的手感 那我们这次在手感上稍微保留这个木头原始的触感 就是你看得到是木头 你摸出来也是木头的感觉 但是它有漆的防水跟抗菌的效果 所以会跟传统漆器有点不同 有淡薄的清美感是本色漆器的特色 轻巧也能隔着 呈现出高雅漆器的质感 也是以高档日本料理店来订购 更成功入选TCOD台中文创选品品牌 让传统的工艺变得有新技的还有它 以大甲令草创新编出的典雅冲花体带 但有淡淡的草香更兼顾环保 这个材质就是用我们台湾的令草来做编织的 其实令草编织在台湾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然后这个是一个比较创新的设计 一个编织的方式 因为它跳脱出传统的平面编织 然后我们是用中国节的方式去做改变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 就是令草出现的纹路会是比较有别于其他传统的编织方式 台中今年首度推出TCOD台中文创选品品牌 竞争相当激烈 有银客类视觉及包装设计类跟创意生活类等产品 总计有350件的角逐 而最后仅有27件获选 那我们这次文创选品是第一届 所以我们选出了27件的优秀作品 有包括生活工艺类 有包括生活美术类 创意美术跟包装设计等等 那这些呢 未来我们也都会在不同的场合 尤其是接下来市政府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振兴计划 就是购物节 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场合里面 让我们的市民朋友都可以看得到 从华出发 鼓励台中在地的原创力 来扶植更多新秀 也要让外界可以透过城市共同品牌的策划 提升台中优质文创品牌 以及品牌的形象 这里将铃铛化台中采访岛